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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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位 当今可真是进入门时代 燕照门 间谍门 圈地门 今儿啊 我也给大家说一门 什么门 钢门 这个不好意思啊 这种字眼本来是我们主持人在电视上 这个尽量这个避讳的 呃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 钢门也是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不能把它当弱势群体 他当然是弱势的个体啊 从医生的角度来说 没有什么理由歧视咱们钢门 而且啊也没办法 最近闹的热火朝天的这么一个事 这个事的核心呢 就是这个门 您听说了吗 深圳 凤凰医院 里头 有一个产妇 生了孩子给缝了钢门 缝上了 当然我也听见有人说这个凤凰医院是我们凤凰卫视的定点医院 在此我们要这个特别澄清啊 我还见过街上那个什么机构叫文涛机构呢啊 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重名重姓 实在是太多了 跟凤凰卫视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而凤凰卫视啊 的文涛派案呢 今天要砍一砍 这件事 他确实也向我暗示了 这个是假不了的 这个是暗示他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他塞给我的红包 你说的他红包他比较心安理得 肛门开始疼痛 我一看肿的大概有这么大股 话说上月23号深圳罗湖区 有户人家小两口 老公呢姓陈 妻子呢小红 10月怀胎啊是产前征兆 那就这个赶快把老婆啊 这个孕妇啊 送到这个家里附近 那儿有一个就这深圳凤凰医院的妇产科 待产 这个医院呢是个民营的医院 我们在这个简介上也是看到 说这个凤凰医院呢 他就是以妇产科为专长的 当然这回我发现他们这个制楼这方面也是专长啊 这个当然你看这个简介里边 那自然是国内外这个知名专家啊 云集哎 这个这个国际高新设备啊 他们都有啊 我们在网上还看到这个一个广告 说这医院呢 甭说妇产至男性前列线都是人专长 就这深圳凤凰医院这个小红哎这个在医院就下午三点来钟很顺利啊 本来顺产了得子啊一男孩五斤半哎呦这胖毛这孩子太可爱了小两口那是美坏了 而且这个呃铲了之后呢 这个观察两个小时 观察两个小时啊 这个当时这个这个小红他这个麻药的这个劲啊可能还没过去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 看他没有异常啊 就回病房 小两口啊 这是刚生了儿子这个心情在一块啊 就是不不知道怎么高兴了 可是慢慢的吧 这个小红啊就喊疼 说哪疼呢 说屁股疼 那这个你看他生孩子的女人大概也觉得生孩子嘛 这个这个这个地方疼 这可能很正常啊 但是问题是啊 越到后来到这夜里啊就是越来越疼 越来越疼 准确的来说 就是肛门疼 疼的都受不了了 这时候老公啊 这个小池啊 说说说说这这这这要不就看看吧 掀开被我给妻子这么一看 发现他这老婆啊 这孕妇啊 肛门已经肿得像一个拳头 那么大 特别慎人的是 还用黑线缝着 缝上了 就是我老婆一开始喊疼 我以为生完孩子 生完孩子都是这样我也不懂 但是随着后面疼中的剧烈 他有点半昏迷状态 疼的死去活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他喊着下面痛 我一看 哎呀怎么种那么大当时 比苹果小一点比鸡蛋大大的多啊 哎呀不好意思啊 所以说现在我们传媒爱夸张 原来是钢门肿的像鸡蛋那么大 我刚才说是像拳头那么大 实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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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上是夸张啊 但是 甭管是鸡蛋那么大 你就是像鸡蛋那么大 那也吓人呢 那怎么生生孩子生出个蛋来呢 在在在在在在在那那地方 而且还拿黑线缝着 这谁能理解啊 他老公问大夫 大夫说是吗 我管生孩子啊 我怎么会去缝他肛门呢 这是我没做过肛门缝合手术 好 他老公又打听另一人 这人是个助产士 姓张 哎 张助产士 承认了 哎有的有的有的 我这个啊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解人困难 哎呃一看 他啊 那有个痔疮 我顺手啊 给他做了个痔疮手术 哎 他老公急了 谁说我老婆有痔疮 我们结婚在在在这么些年 我从来就不知道他有这个问题 再者说了 你你你就是真有 你做这好事 你都不带征求家属同意的吗 于是 他老公小陈就猜了 他猜啊 是不是 这助产士 是嫌我给的红包少 把我老婆肛门缝上了 你再给产妇做这种 一般是 如果发现有痔疮 是不欲处理的 产妇一年之内 是不能做手术的啊 第二 这一旦发发现了 也是不应该去去切斤处理 因为你缝 本身他做了特切素 你只要牵扯到 用了真去缝 这就是一个有创伤的 不应该有创伤的 只要是你用真去缝 他就是创伤 他会他会伤口互相感染的 已经做了一个 这个阴道特切素 啊 在这种情况下 他再去缝 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况且不说他是护士 没有资格去缝 这肛门不是 这红包给少了 缝了老婆的肛门 这个陈先生啊 他为什么这么猜 也啊 不是没有来由 为什么呢 那天早上8点来钟 这小夫妻啊 不是到这医院 还找了个这个高级包房 哎 安顿下来 正在归制东西的时候 进来这么一人啊 女的 40多岁 头上 书一记 穿着 白大褂 跟他们讲 我姓张啊 我是助产师啊 你我给你老婆接生 你们孩子来到世界上啊 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 你们准备一下 当时陈先生还有点好奇 说哎 我们准备 这个我老婆生孩子 医院准备才对啊 没想太多 小两口当时正吃饭呢 所以就继续顾着这个埋头吃饭 这个生孩子得要劲啊 所以这孩子多吃老婆多吃点多吃点 五分钟之后 这张助产师啊 又进来了 准备好了没有 你究竟带了多少钱 哦 这下 小陈才醒悟过来 哦这是要红包呢 哎呦这是这是不好意思 这是这个大夫啊 我我今天就就就没带什么钱出来 我就带这个银行卡 也只有200块钱 现金 人那白大褂没吱声 出去了 你说见过问的琴的啊 过一会儿啊 又来了 还是那句话 准备好了没有啊 走了 这么走来问问走来问问 问到第四回上 陈先生终于急了 那我我还是把之前跟他说 我说我我们做人是有原则的 我既然答应你我一定会给他 啊 他说你还是说你少来这一套 又出去 我一看不给钱 他是不会推我们上去了 啊 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把身上200块拿出来 因为还有一个医生啊 就说这100块算定金 先给您 您做完了我 我抽空一定去 会员机提前提给您 就这么个情况 当然 刚才咱们讲的这个故事啊 都是来自于这个小两口的老公 小陈的这个回忆 嗯 实际上当然对这件事 那助产是医院方面 有不同的意见和说法 这个咱们后头再说 但是说当时 就这个小陈就说呀 说这助产是啊 这个拿了红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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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